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也就是单级简介部分查看 好啦 招聘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嗨 各位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4年的6月14号 星期五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 苹果为用户提供ChatGBT 为什么不需要向OpenAI付费 欧洲车企大众 为什么会反对欧盟 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 今天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 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 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 也就是每周五的咖啡豆回复时间 我们今天要来回复听友 波罗棒冰 关于Costco开电速度慢的问题 他说 5月底南京迎来了第一家Costco 开业当天可以说是人山人海 要排队一两个小时才能进场 但是南京店还只是Costco 进入中国大陆地区 五年来的第七家门店 而同类型的会员仓储超市 山姆 但是去年一年就开出了五家门店 所以他很好奇 为什么Costco明明占据了 仓储式会员超市 全球最大的市场份额 而它在中国大陆市场的 扩张速度却很慢呢 今天我们的咖啡豆 就与此相关 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 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 特斯拉股东投票通过 马斯克560亿美元薪酬方案 6月13号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X上表示 特斯拉的股东以明显的优势 投票通过了他的薪酬方案 同时被通过的还有特斯拉将注册地 前往德克萨斯州的提案 2018年特斯拉陷入经营困境 为了更好地激励马斯克带领公司走出困境 特斯拉股东批准了一个薪酬计划 如果公司达到特定的财务目标 马斯克将分批解锁期权奖励 不过此前 特拉华州的一名法官下令撤销这个方案 表示特斯拉董事会的相关程序 存在重大瑕疵 马斯克对薪酬方案审批过程的影响也太大 为了推翻法官的意见 特斯拉重新组织了投票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位法学教授表示 即使股东们批准了薪酬方案 特拉华州的法院也不一定会允许这项投票生效 苹果无需向OpenAI支付调用ChatGPT的费用 根据彭博社6月13号的报道 在WWDC上 苹果公司宣布与OpenAI达成协议 将ChatGPT集成到iPhone、iPad和Mac等等设备中 但是苹果不会向OpenAI支付费用 OpenAI也不需要像Google搜索一样 向苹果支付费用 苹果认为 将OpenAI的品牌和技术 推广到数亿台苹果设备上 这个价值比向OpenAI支付费用更高 彭博的分析认为 与苹果合作会给OpenAI带来高昂的成本 因为OpenAI需要在云服务器上进行运算 使用ChatGPT的人越多 OpenAI的支出就会越高 不过苹果设备上的ChatGPT可以免费使用 但OpenAI和苹果仍然可以通过将免费用户 转换为付费账户来赚钱 另外6月12号苹果的股价继续上涨 期间还一度短暂地超越了微软 时隔5个月重新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不过当天收盘前又被微软超过 OpenAI半年内收入翻倍 根据The Information 6月12号的报道 OpenAI CEO Sam Altman向员工透露 过去6个月内OpenAI的年化收入超过34亿美元 和去年年底相比翻了一倍多 OpenAI大部分收入来自用户订阅和模型接口的使用费用 微软还会向自己的Edger云客户销售OpenAI的模型 OpenAI也会从微软获得相应的分成 另外OpenAI计划推出一系列的新产品 比如搜索引擎和文字生成视频的模型 这些新产品可能会进一步地提升他们的收入 目前OpenAI的收入远高于Enthropic和Cohere等等竞争对手 不过OpenAI的发言人表示财务细节不准确 但是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说明 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高额关税 6月12号欧盟表示 将会从下个月开始对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 征收最高38.1%的额外关税 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提到 三家被抽样的中国车企 比亚迪 吉利和上汽集团 将分别面临不同程度的高额关税 其他中国车企也会被征收关税 不过中国产的特斯拉的税率可能和中国车企不同 特斯拉向欧盟提出了降低关税率的理由 目前欧盟委员会正在进行审查 有学者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的时候表示 此前德国政界和汽车产业界对关税都比较反对 可以看到欧盟方面也有压力 他们既要满足德国的需求 又要顾及法国和意大利的诉求 《霍尔街日报》的报道也显示 德国车企大众在合肥的工厂 是他们全球效率最高的工厂 这家工厂大幅缩短了从设计到大规模生产汽车所需要的时间 大众也发表声明批评了欧盟的关税 指责欧盟委员会在推动保护主义 杰夫·贝索斯重新成为世界首富 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的最新数据 杰夫·贝索斯已经取代了LVMH集团的掌门人 伯纳德·阿诺特重新成为全球首富 贝索斯的净资产是2090亿美元 自今年年初以来 随着亚马逊股价的上涨 他的个人财富也增加了320亿美元 还在贝索斯和伯纳德·阿诺特之后的是马斯克 由于特斯拉股价陷入困境 马斯克今年的财富也有所波动 不过按照福布斯富豪排行榜 马斯克依然是世界首富 贝索斯和阿诺特紧随其后 三人在富豪榜上的位置时有交换 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 几条商业科技动态 飞走开 马上走入到今天的咖啡豆回复时间 欢迎来到今天的咖啡豆回复时间 我们的听友波罗棒冰向我们投稿 他想知道为什么总是大排长龙的Costco 在中国大陆的开店速度相对会比较缓慢呢 其实就像他在投稿里所说的那样 Costco计划今年有24家新店要在美国开业 而在中国大陆则只会新开两家门店 尽管从2019年8月 Costco的中国大陆首店登陆上海之后 它就一直延续着开业及火爆的购物热潮 上海首店的会员数已经超过了40万 最新的南京店在开业前的会员半卡数 就已经突破了10万 但是发展到今天 Costco在大陆地区也一共只有7家门店 相比之下 它的竞争对手山姆进军大陆市场 接近20年的时间里 他们的门店数量已经快50家了 未来每年还会有6到7家新山姆门店开业 那么为什么Costco在中国大陆市场的开店节奏 相对会比较缓慢呢 原因之一 强调本土化的管理团队 在Costco2024财年一季度的财报电话会上 就有华尔街分析师询问 为什么Costco的年均新门店数量 已经达到了15到20家 而在中国大陆的开店速度 却比较缓慢呢 对于这个问题 Costco的首席财务官表示 在中国大陆市场 Costco面临的一个挑战 是如何将员工从已有的门店 调动到新的门店当中去 而这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他认为Costco大陆手电能够成功 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Costco 在中国台湾的多年经验 他们从台湾地区挑选了一些关键员工 去布局大陆的业务 比如现任Costco中国大陆区的总经理 曾经就担任过中国台湾地区 Costco的采购负责人 这些来自台湾地区的员工 在语言使用 市场洞察和文化理解上 都不会产生太大的障碍 上海敏航店刚刚开业的时候 至少有60到70名员工 都是来自Costco在中国台湾的门店 他们在采购供应链 还有仓库管理上 都有着丰富的经验 已经退休的Costco前任CEO认为 员工的素质决定了Costco的成功 为了压低商品的售价 Costco的商品种类还不到4000个 这也可以让他们 从更少的供应商那里 购买更多的产品 从而加强溢价能力 但要保证有限的商品 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还要避免出现无人问津的产品 挤账库存 这就非常考验采购人员 和仓库管理的能力 这也不是两三周的培训计划 就能够达成的 经济学人也指出 从内部提拔管理人才 一直是Costco提倡的企业文化 这也让Costco的员工流失率 只有8%左右 而这个数字 还不到零售行业平均水平的 七分之一 而Costco在1997年 就进入了中国台湾地区 也成功地让当地的消费者 接受了交会员费 才能逛超市这个新概念 在开出14家门店的同时 会员的留存率 也达到了89.4% 位列全球市场的第二名 这样长期的积累和成功的尝试 也是Costco在布局 中国大陆市场的时候 决定迁移台湾团队的重要原因 而如何复制这个团队的管理经验 到更多的中国大陆门店 也是Costco拓展中国大陆市场的 重要挑战 原因之二 供应链也需要本土化 Costco亚洲区总裁承认 Costco还需要在中国大陆 开设更多的门店 加强本土供应链能力 继续降低运输和库存成本 才能够实现收支平衡 比如我们早咖啡二月的节目 就曾经提到过 大陆的消费者购买 生鲜类产品的比例更高 生鲜产品在Costco商品中的占比 达到了35% 而山姆则达到了40%到45% 澎湃新闻的报道显示 Costco的采购 一般是和供应商合作 进行源头职采 而山姆和沃尔玛 虽然是两支独立的管理团队 但山姆可以使用母公司 沃尔玛的供应商资源和物流资源 而沃尔玛是全球最大的零售商 Costco的销售额 还不到沃尔玛的一半 这也就使得全球供应商 对于Costco的配合度 远远没有对山姆的配合程度更高 另外推出自由品牌 来避免供应商涨价 也是仓储式会员超市 低价策略的重要部分 Costco在发现某个品牌的售价 不再具有吸引力之后 就会寻找供应商 去大批量地生产同类的产品 然后再把它归到自己的品牌 CNN的报道显示 Costco不但会要求供应商 保证产品的质量 他们的自由品牌Kirkland 在美国的售价 也会比同类品牌 低上15%到20% 不过在中国大陆 山姆的布局会更早 门店的数量已经接近了50家 在采购上就形成了规模效应 再加上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母公司沃尔玛的支持 山姆很容易就能够从供应商那里 拿到最低的价格 山姆的自由品牌 现在也已经占到了 他们门店所有商品的30% 而Costco在大陆地区 并没有长期积累的 本土供应链优势 他们也就很难迅速在 自由品牌的研发和生产上 赶超山姆 CNBC还指出 Kirkland的国际知名度 也并不算太高 中国大陆的消费者 对它的购买兴趣 也并没有很强烈 这也导致Kirkland 只占到了大陆Costco 门店产品的10%左右 原因之三 坚持只买不租的选址策略 在Costco的起源地美国 它既会在自己购买的地皮上 建立模块化的新门店 通过专门定制的建筑材料 以及固定的施工队 来快速开店 也会使用较长的租约 和承担各类杂费的方式 换取对房产使用上 更多的控制权 但是在中国大陆地区 Costco一直都坚持 自己拿地盖楼 来降低长期成本 Costco亚洲区CEO也曾经表示 相比同行业的其他品牌 Costco开店确实相对缓慢 从确定要在某个城市开店 再到门店正式营业 一般要经过两年半 到三年的筹备期 比如Costco的浙江手店 从签约到拿地 就经历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而Costco的老对手山姆 为了抢先进入大陆的更多城市 他们不仅采取了 租买结合的选址策略 还开始尝试改造位于城市中心 但是面积比较小的沃尔玛超市 反观Costco 他们的亚洲区CEO还指出 Costco理想的地平面积 在5万平米左右 其中有2万平米 是用作卖场经营 其余的面积则要作为 露天地面停车场 满足1500个车位的需求 但是由于像上海 等等城市的土地资源 相对稀缺 他们最后也不得不 在停车面积上面 做了一些妥协 另外Costco希望消费者 在全球的各个门店 都不会感受到外观的差异 南京Costco就第一次 复刻了美国Costco门店 自带的一个加油站的模式 当然将所有门店的停车场 店内动线 陈列结构等等 这些元素都建设为 统一标准的形象 毫无疑问 也就需要更多的时间 所以又聊到仓储会员店的话题 我们还是想来问问你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你更愿意选择Costco 还是山姆呢 你会期待自己的城市 也有一家Costco门店吗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 和我们一块来聊聊 当然在这里 也要特别感谢波罗棒冰 给我们的投稿 如果你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 也有更多的新发现 别忘了可以通过 咖啡豆的方式 向我们投稿 投稿的地址 可以在我们的show notes 也就是单集简介的部分找到 好了 周五版本的生动早咖啡 就是这样 那我们在下周一 一早再见啦 拜拜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监制Stella 商业内容策划 娜娜 声音设计 庆明 研究员 东军 实习生 李扬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